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遊戲時光機 我是實況主 冰雲 那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七字殺啦 那上次我們終於把外面那台車車 車車坐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開這車車去 收集資源吧 對 一時間忘記 基本上我預估啦 就是我下 走完這次血月我就要搬家 那搬家的地點已經有物色好了 那搬家完之後 我希望我們做一面的儲物牆 對 我希望你們做一面儲物牆 我把這些東西丟進去這樣子 那我們就到時候再看看 好 我們今天先走了 我們現在比較近的任務吧 這個 在哪裡 在這棟城市裡面 我們還沒去而已 好 那我們先 從那邊去吧 Go 有汽車了 可是我記得我有不太多 就是了 所以如果今天有遇到加油站 可能也會先找個加油站 補充油 這 這城市怎麼突出來 糟糕 汽車就是這點相較比較麻煩 汽車就是這點相較麻煩 汽車就是這點相較麻煩 它的那個 越野能力稍稍比較差一點 對 所以今天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任務是要收集多一點的儲 不然這樣我們45其實感覺燒很快 不然這樣我們45其實感覺燒很快 唉唷 敲到 唉唷 農場欸 這邊是做農場欸 唉唷 我們的肉物是農場嗎 喔 不 是垃圾場 唉唷 不是 唉唷 唉唷 我靠狗狗 還是被咬到了 來不及換 啊 上次我朋友叫我帶獵刀 好像獵刀割了會比較多一點 來不及了 好是這一棟 所以應該是從後面進去吧 竟然這樣我們就 來我們把車拆一拆 拆車囉 因為車有油啊 主要是油 我們缺油 要不然其實我們車主 我們汽車做出來很多的人 東西其實就已經不重要了 只是我們不用考慮說 一些頭燈啊什麼的 那其實就已經沒有到那麼必要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做機車跟 那個 那叫什麼 直升機 可是其實 直升機我覺得用處也不大 我之前跟人家玩 我覺得直升機 真的不擅長 好 嗯 應該在後面吧 是否把裡面也吵醒啊 喔 是這裡 不用裡面 是這裡 你怎麼 死的 這麼 慘 把彈彈丟進去 來我們去後面把任務打開 以前我們都會可能全部收過輪在開任務 可是後來覺得有點不必要了啦 現在物資沒有缺到的程度就沒有那麼必要 因為開台嘛總會有時間 所以就算了沒關係 來我們要開始今天第一個冒險 耶 這種順手的就還是可以收集一下 畢竟還是會有缺物資的時候嘛 鏟子 白天我們還是把那個關掉好 這可以劈掉 不都有腐肉 我現在後來才發現 真的很缺 腐肉超缺的 就是如果要做農地 腐肉有夠缺 好像在我剛好聽到聲音 純淨水也是很棒的東西 我記得純淨水就不會有食物中毒的問題 唉唷 還有啊 阿糟糕糕糕糕糕糕糕 玩到地下 唉 唉 我剛剛往前給你毛屎拿著喔 哇 糟糕 糟糕了 感染了 咳 咳 感染的,那就是 等等要 想辦法找幾個感染的東西囉 可是你看我玩,我還是會 進可能避免使用槍喔 我還是喜歡用進戰,因為我覺得 這槍的東西 能多留一點是多留一點啦 因為你沒有把握後續 後期可能殭屍多寡 什麼之類的 沒有子彈的問題 其實玩到我這個狀況 玩到我這個進度啦 其實二十幾天 已經比較不用擔心 子彈這件事了 其實 我覺得 這個是這樣子而已喔 好喔 因為到這裡其實你已經有很多 槍枝可以用 所以子彈反倒沒有那麼的 珍惜 喔,這也是食物賣場 來來來 嗨 唉唷 死吧死吧 打他打他 我看垃圾炮 配弓箭應該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垃圾炮打的過程中 因為他會被限制移動 弓箭感覺比較好打到 唉唷 到底是在哪裡啦 我在在 想說 你在哪裡 在去看我啦 這樣我眼睛是不是亮的阿 好像是耶 我已經開始出現亮眼睛殭屍了嗎 這裡 有 有沒有蜂蜜阿 來一罐阿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啦 他18版 他把那個 他把醫療 那個 醫療繃帶來改少 真的影響很大 以前都會帶醫療繃帶 可是後來就 都不帶了 因為5個太少了 對我而言那個 容錯太低了 風險太大 如果佔10個 我覺得還可以 5個 對我而言真的太少了 所以後來就只用一般繃帶而已 不然醫療繃帶補比較多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心態吧 所以他就把醫療繃帶改掉 可惜 還有樓上 看能不能找一點自感染的東西 天啊 來來來 來了 開箱 欸欸我沒睡覺 我沒睡覺 我沒睡覺 等一下 好 好 你繼續看著 因為我罐頭 可以可以可以 還沒結束吧 我不知道多大欸 一個取 我不知道一個殭屍任務 算殭屍 少盪任務裡面 到底有幾隻殭屍 其實 好奇 好奇 唉唷大結案 可以 唉唷水喔 搜索 增加獲得珠寶的幾率 所以比較容易拿到鑽石之類的 聽到殭屍的聲音喔 唉唷 現金 不錯不錯 這邊可以出去了 這邊可以出去了 在這裡吧 唉唷 沒有 唉唷 唉唷 這個是共通的吧 不是耶 唉唷 一直有聽到聲音 剛剛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外面嗎 這台拆一拆好了 多拿一點鏡子的零件 不吃虧啊 我很熊欸 雖然他不是 不過他現在不是任務目標 就是可惜 不用理他 啊 最討厭這個 到底要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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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不要下來啦 煩死了 也不過還打在那邊飛 唉唷 討厭烏鴉 好像這個圖鷹 圖鷹大概是這裡面 我最討厭的東西 唉 這隻就不錯 乾脆的過來打我一下 正面對決 可以 這個我接受 這種正面對決的我接受啊 我來囉 總覺得會很多 先放著 這隻有一點聲響 還不能把他鳴出來 恩 水喔 慕名的 我時尚家裡就快滿了耶 天啊 之前有一段水龍頭 我連這個水龍頭都會拆 因為水龍頭有銅 這遊戲銅很少 因為水龍頭裡面的銅是製造子 但重要的原料 但是他沒有銅礦 所以就要拆門 後期就要靠拆門 那有些水龍頭是銅做的 所以也是不錯的 啊這個也是 黃銅散熱器的樣子 這個也是不錯的那個 這個東西 輸輸輸輸 唉呀 這樣子是值喔 可惜 唉唷 有沒有要掉下來了嗎 到底是這樣 喔唷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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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對決 雖然是你 雖然是你 這個牆 看起來不一般 有 化學在 哎呀 這個拆掉了 烤焦的肉 我應該不會吃啦 沒有必要吃烤焦的肉了 現在 喔唷 那個 我被嚇到 然後怎麼這麼近 有殭屍 嚇我一跳 結果這樣子是炭 這個拆拆好了啦 這是炭粉 因為壁爐那個 會打出炭 對 都忘記了 被那個嚇了一跳 滑手黎摩 這條太高了 好 晃得有點暈耶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喔 靈敏度我再把它調低一點好了 雖然說靈敏度調太低 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流泡沈後 大概在開車什麼 所以那個 甩的時候都會有點慢 沒有辦法 我調太高 我頭會暈 身體不好 調太高 頭會暈 到點喔 喔唷 截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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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才注意到上面已經變了 哇 暴獵物 水喔 喝個水好了 喝個水 這個拆了 唉唷 小麻煩誰啊 又想騙我下去了 哇 那邊還有個箱子耶 之前跟人家學的 每個木棒簡單敲一下 你就可以確保你自己不會掉下去 唉唷 好東西 哇 木啊 蠻的 這個 這不用了啦 這給拆一拆 哇 這麼多好東西啊 裡面應該有更多東西 好 過來 過來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反正我們都走完了對不對 任務結束就是 Jump 我們的車車在哪裡 唉唷 這裡怎麼有人 你怎麼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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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通通丟進去 其實有些東西拆一拆比較好 但是我習慣盡可能都先帶回去 如果可以的話 除了在 我們很喜歡收集物資 所以才會搞家裡一家堆東西 吼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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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好像從外面比較快對不對 對 就直接疊方框上去,好像比較快 現在都已經跑了 不對,下次我還是在疊方框好了 因為我這樣走,這樣晃其實我頭有點暈 對,下次我還是在疊方框好了 身體不適宜這樣子給他玩 記得記得,下次疊方框處理就好 他們不要摁啊 在上面,所以我們跑這邊 這個,對,好 哎呦 喔,是烏鴉啊 小王八蛋,是不是小王 小王八蛋,想偷打我 去死吧 我想從上面,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衝動 不要衝動 不要衝動,不要衝動 我們剛剛已經有找到安全的點了,我們就不要亂衝動 等一下 拆一下,這邊還有電子零件之類的 對對對,從這個跳就好了,不要衝動 生命成可貴啊 生命成可貴啊 下一個 我們現在任務在哪裡 我們兩個任務都走完,我們再繼續商店 除非我們燈都會路過商店 三級取回 哎呦,這是個會路過商店的點 優秀 在我們後面 這個點會路過商店 只是不知道路過的是我們結了這個任務的商店還是另外一個就是了 我確定是哪一個,不過總之走吧,先過去 沒撞到 沒撞到,我剛剛又沒想插動一下他了 失敗 有 這邊不知道還有沒有油場 要不然你看我這樣子 跑一趟 我就花掉了 6%的油 油沒多少啊 上一次 就是,我好像 之前自己玩的時候 我還有去開到一個 汽油工廠 那可能那個油 跟以前比起來真的少太多 然後我這次 我好像還沒看到油業岩的礦脈 最好人家說好像就沙漠吧 油業岩的礦脈好像就沙漠 好,所以要再 直接省著用 其實有一點要省著用的問題 哇這個低 唉唷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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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甩來不及甩了 這 撞下去,凝過去 這個撞擊是有傷害判定的 可是其實一般來講我記得撞不死僵屍 殭屍很強 撞不死 等下會不會撞不到撞多久才撞死 尾河 所以跟電視上演的那種車子前端有 有什麼裝甲然後撞過去 殭屍就會死不一樣 很能撞死 甩一下 轉一下路 上次上次就是這個吧 這邊的一座 這一座城鎮的油工廠的樣子 我記得 不過這次看來不是汽油 這個這個的 上次就是這間汽油工廠 還有外面還有方方 這次看起來不是 這一棟嗎 我看真的是這一棟耶 好大喔 完蛋耶 來不來得及啊 啊 這是警局啦 我們上那個警局 OK可以 GO 在下面 太好了 取回 也在下面而已 有 沒有看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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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到 有 有 有 在那邊 哇 結果你在這麽近喔 兄弟 誒 誒 開我玩笑 喔 又聽到了 這邊最常都聽到 僵屍在那邊敲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亂...好 就麻煩誒 這邊很亂 你很難判斷 僵屍是從哪裡敲 不會在這裡面吧 好像是誒 唉唷 漂亮誒 學習您啊 我剛剛有看錯 就是這件事 太好了 誒 我沒帶十字鎬 算了 就拿這個敲啊 反手也是好東西 沒有 不是 歪圍在這邊 好近喔 哇 你已經來了 誒 我miss了 我第一槍miss了 可惡 我還以為他還沒走到的說 他從樓上走下來的啦 我以為他從這個 然後我沒聽到敲的聲音 齁 隨手關門喔 這樣可以延完薑汁追下來的時間喔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啊 還是說這是那個 犯人拍照有沒有 好像 看來應該是 應該是啦 我想說這打光是這裡有路的意思嗎 不是這應該是犯人拍升高照的地方 好喔 好喔 我錯怪他了 然後這個要自己敲開 其實他很多房子都有設計 不用破壞任何東西的路線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間警局 沒有 所以這間警局超多要敲的地方 我不懂那種毒毒 也不是說毒毒 就是這間警局 這麼多地方要我們敲的 那時候我找了好久 然後為什麼我找不到 可以直接走進來的地方 就我不行 只能用敲的 很可惜啊 我就說很可惜 那這樣子看來我們今天 是不可能回去回報任務了喔 因為我現在也沒拿到囉 這一動的走完肯定要一點時間 運氣不錯 可以 對了 如果我們真的從頭到尾 拿槍直接往前關應該 應該可以省很多時間 欸 啊這個門就開著喔 靠啊 我為什麼剛剛就走那一圈 我在想什麼啊 這邊我記得是牢房 這邊是審訊室 我記得這裡有 這是單面禁的那個審訊室 所以這裡沒有 還是說 還是說他架構變 這邊有那個欸 NO 哇靠你那根本乾脆還打我的喔 我靠你那麼乾脆還打我的喔 鐵柵欄這手好像... 對 他好像不會走最近路線 這跟實況主錄測試的那個一樣 這種好像就不會走最近路線 應該證明就有錄 鐵絲網應該是一樣 這種他應該就是因為看得到會直接往前衝的樣子 然後你們兩個 我為了避免等等你們能跑出來打我 直接先逼掉再說 我怕你們兩個認真敲敲一敲出來追我 這什麼小藥局 不是啦 不是小藥局 一些簡單的醫療藥品 哇 還是沒有 我在這裡 找到了 我想說走到這裡還是沒有 我都會 我都會離下地下室了 我看不會在這一格啊 嚇死我 就不是了 我剛剛在後面了 好像在 好像任我都會習慣來後面看有沒有東西 好啦 這一個警局一開始就先送我們兩本書 我相信後面應該還有啊 GOGO 我們就走完他吧 我們就走完他吧 下雪是不是啊 還是我錯覺 怎麼覺得白白的那個 叫起來囉 OK 其實捨得開箱的話開箱真的快很多 開箱清場的速度真的快很多 簡易法題 只不過我在玩的時候之前 能少開箱就少開箱那行 欸等一下 這個是不是好很多啊 比我現在的 靠 5級在這樣輸我 2級 可惡欸 這哪裡啊 在哪裡啊 好近喔 外面嗎 這裡嗎 沒有啊 這裡欸 這麼神奇 來幫你一下 這麼多隻喔 為什麼自己 啊 因為我剛剛那是這一家 這才是一樓啊 對對對 這才是一樓 喔 我被怎麼追到 這手太長了吧你們 我買 我買 好 啊 我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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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類似小型思潮的東西喔 我把這個數量有點多 這種最不可理 突然跳起來 剛好沒子彈 優秀 他是不是也剛好有 耐久毒還好 剛好沒子彈耶 不錯 他跟我奮戰到最後一分一秒了 我之前是不是沒來這裡阿 這裡藏一個窩之箱 我之前沒找到這個耶 我上次來警覺的時候沒找到這個耶 太好了 新發現 其實他總會給你一點小型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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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聽到狗狗的聲音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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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幫你啦 欸不行 想要能不能借機偷打 呵呵呵 不好意思啊 我有槍啊 這裡不是常規路線 先走常規路線 唉唷 好的 好我家再有一棍麻爆頭 這叫我突然跑起來 沒有電 哇 滿了欸 欸 我們 喔是晚上了 哇 那那那 好我們先留你在這裡 然後我去後面 我要從後門出去 哇 好像不是很方便欸 好啦從前門出去繞一圈好了 車在後門 等等把車開了前門好了 火焰殭屍 怎麼那麼多殭屍 怎麼那麼多殭屍 又遇到那個就對了 啊也是我現在是 27號 晚點就要那個了 就要血月了 殭屍多一點是正常的 唉 先把一點東西塞進去 不可能疊的先丟了 這種不可能疊的先丟一丟 好上車 唉 水喔 然後 這個通常會有一些好東西 像是 唉 鑄鐵 剛準備獎金拿到 等一下 不然 聽到 什麼 東西的聲音 對 然後剛剛我已經把手上那個放下去 多一個 反方位來一下 喔 18A多那個射炮台真的好用 這個真的好用 這個真的好用 來 背後就可以撿起來就交給他 唉唷 一條殭屍來了 朋友另外一邊 欸欸欸欸欸欸 斷炮台 你怎麼 唉呀 可在炮台的範圍 他還浮放欸 偏了啊 沒有隊好 從這邊衝進來是吧 還是被吵醒啊 沒有門 我想要把這個門關起來再說 唉唷 喔 垃圾炮台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他會自動幫你識別 這隻怪盜也活著死的 這個功能 非常的棒 因為基本上他偵測到死了 他就不會開槍啊 我 身上是不是快滿啊我 要收一堆有的沒的回去 身上滿的特別快 所以說垃圾炮台真的是18版的好朋友 即使你不點自立啊 拿一個垃圾炮台來 也是很棒的 你看 你可以靠他來做很棒的防守 非常優秀啊 而且垃圾炮台的零件只要鐵而已 所以一開始其實隨便弄個一千發五百發來 很夠用的 鐵罐啊 烹飪瓜拆一拆 其實是很夠用的 那記得要定時把它拿下來換子彈是真的 因為我記得最初最一等的垃圾炮好像只有 只有50發吧 對 對 所以要一直把它拿下來換子彈是真的 還好 因為他帶來的便利性 我覺得 遠遠高過這個不便性 所以我覺得值得 然後 如果你有點後面 垃圾炮台連擊的速度跟神一樣 天啊 跟機槍沒想要兩槍 超強的 現在真的是新手好用品 這輸架是不是都煩的啊 如果你是18版的新手 你有玩到18版然後你是新手 真的推薦垃圾炮台 準備一個 你不會失望 你不會失望 好不好 真的不會失望 這邊是架子 嘿嘿 只是他的判斷有時候怪怪的 要自己小心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他判斷有時候怪怪的 是要自行小心啊 那快速的跑過 變他崩掉了 因為時間不早咯 我們 就快速的 探索這一間 因為我記得 這一間的探索 應該在前幾集的影片 有發生過 對我記得好像有發生過 這個沒有嗎 然後正確的路 是我現在這一條 所以我先往前 然後下面有東西 這個我記得下面有一個東西可以拿 就一個而已 就這裡 就一個東西可以拿 就下來 還行的好東西欸 四等的廢鐵庫庫 唉 我們 拆背心好了 因為我記得 我之前問過 其他高手 他們說 黃銅啊 那些其實你用熔爐燒開會比較 好 嚇死我 差點摔下去 就是你一般分解會 熔爐燒會比你一般分解多 如果再沒有點技能 沒有點技能的情況下 如果再沒有點技能 沒有點技能 我就不是那麼炫 好來 沒有打他跟你客氣了 直接開槍 然後我很好奇這些遊戲裡面的畫槍到底是誰 那時候跟我們 那時候跟我們 那時候在閒聊說 這應該是製作群吧 我覺得啦 感覺製作群的可能性比較高 皮革比較補缺 所以可以拆這個 可是黃銅那個 能不拆就不拆 所以在 因為那個很賺 就是用燒的會比較賺 玩 那不就 我不小心把我的 開鎖器留在樓下了 好吧 我為了不下去喔 包離開鎖 好久喔 我還是下去一下好了 太久了 太久了 反正我車都開到前面來了 開鎖器留在車上 留在車上 尷尬 其實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做 我現在做這件事 然後一般都會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把 比較容易 反覆拿到的東西 留在身上 然後不容易拿到的東西 放在車車裡面 像布這個容易拿掉 我都可以拿出來 放其他東西進去 這樣子換 好 大概就這樣 反正應該沒剩多少了吧 我記得 兩點多 呦 我們這樣開也快一個小時了耶 天啊 直接從這裡 來吧 水玻璃 我應該留在我身上對不對 我都會敲那個 水玻璃 應該留在我身上才對 算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快把來吧 直接破吧 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啊 今天很寶貴的 可惡 差一點 還行 四等列到 好 算是好東西了 算是好東西了 我們再往上 我們加快喔 加快我頭就會加倍的雲 因為代表我們要 跑步啊 增加移動速度 之類的 頭有時候就會加倍 這個我們就不慘了啦 嗯 還是踩一下好了 我怕之後 蓋建築物 會需要這些東西 亂死 沒什麼在 因為我挖礦比較少 我花比較少的時間 在做挖礦 收集資源的動作 所以我的土地 那個 泥土這種資源 會相對比較缺一點 所以我還是 看到就順便挖一下好了 怕到時候就去了 因為比較不想要專門花時間去挖啦 嚇到我 所以都是這樣 喔我看到了 路過我看到就挖一下 踩一下這樣子 比較偏你這種形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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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我就這樣把他打掉了 在開他的時候 我就這樣一拳把他打掉了 等一下喔 啊不在我身上對不對 欸我的 我的炮盤沒造成功用啊 他大姓已到啊 輸測殭屍 哎呀 他大姓已到啊 他大姓已到啊 欸我怎麼不能 對嘛 他大姓已到 我想說怎麼開完一槍就沒了 還有瞬間尷尬 欸我的 炮台怎麼停了 不過不錯喔 至少我是從這一個面 喔如果從另一個面 直接被撞死喔 鐵門 這樣不錯 這樣到時候翻新加爾 就不用自己做門 雖然說自己做門 也不是什麼辛苦的事 但是 嗯 免費的總是比較好嘛 哎呦 沒關係 現在家裡要比較充足 所以離家裡很近 回家很快就可以治癒 沒事的 嗯 大量的槍子跟金塊 這樣就沒了 OK好 這樣差不多都探完啦 咻 走這個目的就是這樣跳得下去 我沒有打好 我走下去 然後我跳錯邊的樣子 嘿 這邊會不會比較好 好像海 考慮這邊會不會比較好欸 然後我把正腳下這塊劈開 因為會落在這上面 所以可以 然後從這個出去 嘿嘿 計畫通 並免一次跳這麼高啊 還是有摔傷的機會 哇 這次真的是算是蠻在耳龜的 好啦 go go 我們回家吧 今天的實況都差不多開到這裡喔 那基本上 28天的血月 我應該會關台自己打 就是我會 自己玩的時候打 嗯 然後下一次開台 我是不想開台的時候蓋房子啦 必須說 因為蓋房子它 勢必是會一個很枯燥 而且很漫長的 時間 所以我不會再 我應該是不會在開台的時候 去做蓋房子 這個動作 那 嚴加之一就是我會 我會再吃下自己蓋房子 那如果這樣的話 下次開台的 時間 有可能我已經蓋了一些些 或者是 我已經找到一棟不錯的 可以佔居的房子喔 然後我們就會佔居在 就整個搬遷過去 那至於是 下次開台是看到半成品的房屋 還是 搬家計畫 或是搬家計畫 我們就 看我 關台之後玩的怎麼樣 對 因為那個東西 我覺得我現在沒辦法想要不去做 因為 等血月過再說吧 或是說 等我先去沙漠那邊 看看那一棟 我被預計的房子 如果拿來 就是 直接拿來住 我需要做哪些的 變革 那因為其實 這遊戲很多的 既有建築 它是有任務的 那我 如果可以 我就不想要在這種 有任務的房子 就 像這一間就是有任務的 我就不想在這種 有任務的房子 就直接 住下來 因為那樣子 那那個任務我就不能用 對 好 那就先這樣子吧 對 這個 丟一個進去 因為想把這台收起來 把它移到家裡面好了 好啦 那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實況 不妨到Twitch Youtube 以及FB 在這些地方 幫我搜尋遊戲時光機 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已經追隨了 那 感謝各位的收看 遊戲時光機 我們下回再見啦 掰掰 咦 有新觀眾耶 我 我要關台囉 掰掰